中国有豆腐西施 日本就搞了个帅哥豆腐 靠出卖男色年赚6亿人民币 爆赚背后有一系列的骚托 一块豆腐6元的廉价卖法 就创办了这家全新的豆腐品牌 把四方豆腐改良 做成水滴型、琵琶型等异型豆腐 一块卖到18元 甚至还有个充满男人味的名字 男前豆腐 搞笑的是 它还有款冲浪版形状的豆腐 连包装上的条形码都是波浪 这种异型豆腐 已经推出迅速俘获菜场大妈的芳心 大叔立马顺势推出 柠檬、柚子、辛辣等特别口味 再加上帅哥猛男形象的包装 让他快速搭上品牌 最疯狂时日销八万盒 不止各种豆腐卖的火热 更一路衍生出许多新奇周边 有游戏、射歌、扭蛋玩具 还有T恤、杯子等日常用品 男女共杀 这套玩法国内也能复制吗